你好,我聽說最近有新的三段式表燈時間電價 那前鋒跟舊的二段式有什麼差別呢? 因應再生能源帶來不同的供電曲線 台電5月推出三段式時間電價方案 縮短夏季尖峰用電時間 讓餐飲業、超市、電信業等大型用電服務業 能運用移轉電力時間節省電費 原來的兩段式時間電價的尖峰時間 是落在早上的七點半到晚上的十點半 那新的三段式時間電價呢 我們把尖峰時間做一些調整 它的用電的時間比較短 就是下午的一點到五點到晚上的六點到八點 那所以我們就鼓勵民眾呢 把用電的時間移轉到其他的時間來用 假設用戶他把原來的尖峰時間的用電 分散到其他的時間去用的話 他的每個月的總用電量不變 一個月用電在四千度以上的用戶 以這樣的案例為例的話 他的一個月電費可以省到四五千塊 用戶可以到台電官網進行試算 評估再進行申請 另外台電也為了提供用戶更即時的服務 歡迎民眾下載台電APP 除了線上繳交電費搜尋最新資訊外 還能透過歷史用電量分析自己的用電習慣 自我管理用電也是省電省核包的小type 臺灣電力APP 聯絡我們會專人服務 台電表示隨著太陽能發電越多 白天時段供應電量充足 傍晚時段太陽下山供電急劇上升 尖峰離峰時段稍有變化 因此增定新方案讓民眾自由選擇 有效節省電費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